烂片何其多,一拉一火车 总有朋友抱怨国内的烂片太多 其实烂片是不分国间 今儿跟大火盘点十部最令人失望的超级英雄电影 这十部大烂片在烂番茄上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口碑都出奇的一致,没有任何的争议性 能做到这一点说实在的也不是太容易 其实这十部影片只是欧美烂片中的冰山一角 由于烂片好如烟海一望无际 咱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全部都一一列举 今儿跟大火盘点的这十部影片多多少少还具有一些代表性 首先请出第十号烂片《再生侠》 影片由美国新线电影公司出品 上映于1997年 制作成本4000万美元,票房8000多万美元 明显是赔钱了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7%,观众好评率26% 影片由动作明星麦可加怀特林贤主演 这哥们七岁习武,拥有多种无数流派的黑带 曾在《终极斗士2》中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在《再生侠》中的扮相实在是太重了 影片讲述了一名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美国中小艾尔西蒙斯 被上司暗算之后挂掉了 《地狱魔王》觉得这哥们是个人才 于是便将他招式回想 为了报仇,为了回到家人的身边 埃尔出卖了自己的灵魂,成为了再生侠 专业影评家们对这部片子的评价也是毫不客气 说这就是一部廉价的古物片 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,令人生厌而且无可救药 有些特效扎得令人惨不忍睹 由老牌明星肖安康拉利领先主演的科幻动作片 《天降奇兵》上映于2003年 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 影片根据埃伦摩尔的同名系列漫画改变 制作成本大约在7800亿美元 全球票房大约在1.8亿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7% 观众好评率44% 影片讲述了在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 整个欧洲战争不断 各国之间相互争斗 搞得生灵图散开红电影 后来出现了一股邪恶的势力 这股邪恶的势力像幽灵一样到处搞破坏 英国女王为了摆平这股邪恶的势力 召集了7位有特殊能力的精英 组成了一个特别绅士联盟 这7个精英全都来自于 19世纪文学名著中的经典人物 但这些人物凑到一起并不一定是个好事 有些评论针对这部影片 用了一些很极端的词汇 比如烂番茄上有影评人说 这部电影有着令人震惊的愚蠢和无能 而且多次侮辱我的智商 也有人说故事糟糕透了 烂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不过国内的观众对这部影片还是比较宽容的 虽然也有很多的批评 但用词不像烂番茄那么尖刻 第八部影片是上映于2008年的《闪灵侠》 由美国师妹营业出品 改编自威尔盖茨纳的同名漫画 加布里埃格尔·马赫特 斯加利·约翰逊和赛米尔·杰克逊领先助演 制作成本大约6000万 全球票房接近4000万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4% 观众好评率25% 影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颇有正义感的菜鸟警察被犯罪集团头目干掉之后 在获得神秘力量后重生了 变成了一位非常牛掰的超级英雄式的人物 但这位大英雄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对美女毫无抵抗力 也就是俗话说的英雄难过美人观的 影片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 但总的来说还是骂街的多一些 《闪番茄》上有人评论道 看完12年后 每当提起这部影片 我仍有一种想推票的冲动 虽然影片汇集了一种好演员 但糟糕的故事和人物却是令人失望的 弗兰克·米勒作为漫画家无疑是成功的 他创作的《罪恶之城》 曾被罗伯特·罗德里格兹改编成了电影 但作为导演和编剧显然是不合格的 由大鲨与奥尼尔领先主演的《魔鬼任务》 上映于1997年 由华纳兄弟出演 制作成本1600万 全球票房170万 还不到制作成本的领堂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2% 观众好评率15% 影片讲述了军方的研发小组 设计出一种新型的武器 后来被开除军级的反派 偷走后准备卖个恐怖粉 由奥尼尔饰演的军方冶金专家 为了对付大反派 打造出了一款简陋的钢铁盔甲 影片的情节充满了 所有超级英雄电影中的陈词烂调 一些节奏感很强的背景音乐 配合着奥尼尔的有韵力的对白 让人感觉他下一步就要说唱 上映于2010年的奇幻动作片 西部英雄约拿哈克斯 改编自DC的同名漫画 制作成本4700万美元 全球票房却只有1000多万 可以说赔的是转干毛巾 不过影片在第31届金酸美奖的评选中 却获得了多项听名 影片由华纳兄弟出品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2% 观众好评率20% 影片讲述了一位赏金猎人 为了拯救美国 同大反派巫毒数十较量的故事 此片的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乔治布洛林 梅根福克斯 约翰·马尔科维奇 迈克尔·法比斯德 随便拎出一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再强大的阵容也挽救不了一部烂片 有一位影评人说的挺有意思 说导演吉米·海沃德的电影 是一系列陈词烂掉的卡通片 似乎是直接从漫画书上撕下来的 从没有考虑过他们将如何在移目上连贯的叙事 上映于1987年的《超人4》 和平任务是克里斯托夫·李夫 最后一次饰演超人这一角色 影片的制作成本大约在1700万 全球票房1500多万 由华纳兄弟出品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1% 观众好评率16% 无论从故事情节上还是特效上 这都是《超人》系列影片中最失败的一部 有评论认为 这是一部在剪辑史被屠杀的混乱而廉价的电影 整部影片在我们眼前物化和死亡 然后坍塌成碎纸浆 最后磨成了克什辉 说起《超人》系列影片 不知道大家对《女超人》这部影片还有没有印象 这是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 这部诞生于1984年的影片 制作成本大约3500万美元 但全球只收获了1000多万的票房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9% 观众好评率26% 这是一部口碑超房全都铺接的烂片 由于这个原因 本来想搞成一个系列的华纳兄弟 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 是任何剪辑都无法挽救 虽然《漫改》电影中有很多的烂片 但《女超人》显然属于鹤梨鸡群那种 当年的《变相怪节》之所以能成功 跟金凯瑞的表演是分不开的 而没有了金凯瑞的《变相怪节2》 《面具之子》虽然在制作成本上 高出前作6000多万美元 但收获的票房却比前作差了3个亿 这部由新线电影公司制作的喜剧片 在烂番茄专业好评率只有6% 观众好评率16% 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双双铺接的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没有笑声的影片 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无法读笑 应该直接升到当地沃尔玛仓库 积压货品的最下边 上映于2006年的《科幻动作》 这部超人集中营处在榜单的榜养位置 这部制作成本3000多万美元的影片 只收获了1000多万的票房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4% 观众好评率33% 大多数观众都毫不客气的 给这部影片打了一行 有专业评论家认为 所有人都应该远离放映这部影片的电影院 虽然这是一部关于儿童的影片 但很多孩子都认为 看这部电影就是在浪费生命 更有人认为 这是宇宙历史上最糟糕的电影 最后介绍的这部影片 是上映于2016年的冒险科幻电影《钢铁骑士》 说这部影片是最烂的超级英雄电影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毫无争议 这部制作成本大约1000万的电影 全球票房只有600多万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0% 观众好评率48% 影片讲述了一位有超能力量的少年 和外星生物合体之后 一起对抗坏外星人的故事 可能是因为制作成本的缘故 影片中的特效和打斗长牛显得很廉价 但这些并不是它烂的主要原因 故事老套节奏拖沓 一股浓浓的山寨味道 才是在烂的本质 但个人认为这部影片 主要还是有些生不逢时 如果放在十年前 或许不会遭到这么多的诟病 每年全球都会冒出大批的烂片 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珍惜生命远离烂片